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瑶简直五雷轰顶 她抓住医生的手 尖声问 怎么可能啊 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化学制剂 医生你会不会弄错了 化验的结果就是这样 不会错的 你准备一下 在流产手术上签字吧 医生转头去准备手术了 张瑶躺在床上 大脑一片空白 匆匆赶来的林小雨安慰道 先治病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她语气云淡风轻 似乎并不见悲伤 张瑶忽然想起 林小雨家似乎是开化工厂的 她的工作和化学制剂毫无关联 难道说这次中毒流产和林小雨有关 张瑶看着床边的丈夫过望种种浮上脑海 她心头不由得一片冰凉 张瑶和林小雨是校园恋爱 大学时谈了四年 郎才女貌很是甜蜜 毕业后 林小雨也回家 继承家里的化工厂 那时 张瑶本来已经在学校所在的城市 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林小雨劝她持续工作 跟着自己回家 张瑶摇摆不定时 她便指天发誓 我肯定会一辈子对你好 不离不弃 你要是实在想工作 进我家的厂子也可以啊 我让我爸安排 张瑶割舍不下自己四年的爱情 一咬牙跟着林小雨回了家 初次见面 张瑶小心翼翼 一直保持着微笑 努力表现得礼数周全 林母热情地张罗了一整桌丰盛的饭菜 行鲜平平给张瑶夹菜 林父却一脸冷淡 晚饭结束后 张瑶说要洗碗 林母没同意 林父边瞪了她一眼 张瑶拉着林小雨回到房间 小声问 你爸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啊 我看他好像不太高兴 林小雨连忙搂着他说 嗨 别在意啊 我爸就这样 小破厂长当惯了 总板着个脸 其实他心里很喜欢你的 林小雨的说辞 张瑶并不相信 但态度向着他就够了 毕竟他要结婚的对象是林小雨 又不是林父 很快 张瑶和林小雨的婚礼 就提上了日程 张瑶不想跟林小雨父母一起住 就跟林小雨商量买房 两家各出一半 他们就可以买一套小户型自己住 林小雨却说 他爸爸已经给他们准备好婚房 张瑶家只要出装修就好 张瑶知道装修会贬值 心里不太乐意 林小雨忙到 买小户型以后有了孩子 多不方便呀 再说了 你不是学室内设计的吗 我爸准备的婚房可是大三居 到时候就全权交由你设计 没过几天 林小雨带着张瑶 去了他们的婚房 张瑶看着那宽敞的空间 良好的采光 心情愉悦了不少 他精心准备了好几套装修方案 让林小雨也来跟着挑选 林小雨对此无所谓 只说张瑶喜欢就好 于是他放手设计 加入了许多崭新的元素 甚至在厨房和餐厅之间 加了个吧台 随着新房装修的结束 迎来了张瑶和林小雨的婚礼 张瑶终于成了真正的林太太 然而大红的席子还没有接下来 公公婆婆就帮来和他们捅住了 随同公婆一块来的 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强势控制 客厅里悠行的沙发 被摆成了一字长蛇阵 墙上的油画 被换成了抱着鲤鱼的大胖娃娃 天刚蒙蒙亮 公公收音机里的金枪 就一一压压地开场 半夜婆婆睡不着 在客厅里看抗日神剧 张瑶睡眠清 被锅脏的声音吵得不得安宁 直到他们发现 婆婆还时不时地翻他们的衣柜 甚至在他们过夫妻生活时 听墙角 张瑶终于忍无可忍 当婆婆再次把做着记号的碗筷 放到张瑶面前时 张瑶直接把筷子 结成了两半 见状公公啪的一声 把手里的碗摔在地上 对着林小雨怒吼 管好你的媳妇 简直无法无天没家教 张瑶刚要反驳 却被林小雨一把拉进卧室 瞪了她一眼 你有什么气冲我来行不行 对我爸妈尊重点 给他们甩脸子像什么话 张瑶回瞪她一言 你让他们回自己家 烦死了 林小雨虽然也有些反感父母的打扰 但那毕竟是自己爸妈 还是劝张瑶说 他们年纪大了 习惯改不了了 你忍一忍吧 张瑶心里一阵怒火 涌起来 凭什么让我忍 看看你爸妈每天都在干什么 林小雨说 就凭他们是我爸妈 凭那条房子是他们买的 怎么 这还不够啊 张瑶 我能容忍你的公主脾气 但这不代表我爸妈也得跟着你受你的气 张瑶和林小雨闹得不欢而散 她怎么也没想到 林小雨就在拿房子是谁买的来说事 还说自己的公主脾气 到底是谁在受谁的气呀 两个人冷战了好几天 张瑶看到林小雨就没有好脸色 这天晚上她回到卧室 林小雨也跟了进来 还拿出一条项链递给她 林小雨搂着她 温声细语地说 媳妇儿别生气了 都是我不对 不该那么说你 但你想想 我爸妈就我这儿一个儿子 我不能赶走他们呀 你就心疼心疼你老公 忍一忍 我以后找到机会 就叫他们改 好不好 张瑶冷笑道 我不是公主脾气吗 你还说得了我 林小雨故作夸张 你哪里是公主啊 老婆大人 你是我的女王啊 张瑶被她的表情逗笑了 想到 虽然林小雨的父母惹人生气 但好在她的态度还算诚恳 于是 也就把这事接过去了 磕磕绊绊过了三四个月 这天 张瑶吃饭时 看到餐桌上的鱼 胃里突然涌上一阵恶心 她跑到卫生间干呕了几下 什么也没吐出来 卫生间外岸传来 婆婆喜出望外的声音 瑶瑶没事吧 是不是怀孕了 想到自己一直不太准的立架 张瑶心里咯噔一下 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回到饭桌上 吃饭从不开口的公公 破天荒地对林小雨发话 带着你媳妇 去你杨姨工作的医院检查检查 如果真怀孕了 以后就在那里产检生孩子吧 毕竟是熟人 你杨姨也是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有她照顾放心 吃完饭 张瑶与林小雨吵了起来 张瑶要去省三甲医院 而林小雨要带她去杨姨工作的私人医院 公公听到后 又指着林小雨一顿骂 没用的东西 连自己的媳妇都管不住 你还能干啥 林小雨连哄带拽着 拉着张瑶去了杨姨的医院 检查结果显示 张瑶怀孕八周了 看着林小雨一副早已知情的模样 张瑶心头生疑 回到家中 张瑶偷偷拿出抽屉里的小雨伞 仔细检查 哪一只上面都有好多针口 怪不得一家人都毫不意外 原来只有她被蒙在鼓里 张瑶拿着证据质问林小雨 之前不是说好过几年二人世界在要孩子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被拆穿的林小雨 面上闪过一丝尴尬 而后嬉皮笑脸地说 老婆 你长得这么漂亮又能干 我得赶紧生个孩子绑住你的心呀 张瑶吃了一声 少来这套 说吧 是不是你爸妈的主意 林小雨说 爸妈年纪大了 想抱孙子都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了 你看现在爸妈多高兴 对你和颜悦色的不是挺好 孩子生下来给他们带 咱们想干什么干什么 多自由 张瑶简直不敢相信 怀疑自己当年是不是瞎了眼 怎么会摊上这么一个老公 你爸妈那是对我和颜悦色吗 那是对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警告你 以后孩子的事 轮不到他们插手 张瑶虽然不开心 自己的人生总是按照别人的规划走 但想到肚子里的小生命 心中还是一片柔软 她为孩子准备婴儿床 各种漂亮的小衣服 小裙子 毛绒玩具 公婆看到后很不高兴 婆婆说 以后都准备男孩的衣服 以吉利 张瑶痴笑一声 她什么年代了 还男孩吉利呢 我就喜欢女儿 我的孩子我做主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两个月 张瑶的肚子也开始显怀 这天下午 公婆忽然搬回家一溜花盆 开始自己在阳台上种菜 说要让张瑶和肚子里的孩子吃上绿嫂蔬菜 婆婆买来各种绿叶蔬菜的种子 公公把阳台上的花盆里 全部种上了生菜 芹菜 酒菜 外面天寒地冻 屋里温暖如春 蔬菜种子很快生根发芽 尤其是生菜 迅速长了上来 每天晚上 公公婆婆都会把 长满蔬菜的花盆 放到张瑶的卧室里 说这样 卧室空气好 一家人难得一段时间没有争吵 公婆的贴心 让张瑶的态度逐渐软化 她想 或许老一辈和他们年轻人的生活习惯 的确不大一样 但只要踹着一颗好心 还是能相处和谐的 过了几天 林小义忽然开始夜不归宿 张瑶问候 她只说是 化工厂那边需要人手 自从雾霾日渐严重后 环保局对化工厂的污染 排放查得特别严格 林家的化工厂 因为排放不达标 已经被勒令整改 但是买一套置物设备花费太大 林小义他们只好偷偷晚上开工 白天休息 躲开环保局的监查 今天晚上 尝了一个电话又把林小义叫走了 走之前 林小义摸了摸卧室里的暖气片 对张瑶说 今天的暖气怎么一点也不热 可别冻到我老婆了 说着她拿起空调遥控器 打开了热风 还把温度调高了两度 屋内热气蒸腾 张瑶出了一声汗 而且似乎闻到一股若有若无的味道 她在屋子里看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异常 便觉得是自己太敏感 孩子留掉后 张瑶在医院里躺着 整日以泪洗面 她反复回忆起那天晚上的场景 忽然发现了可疑的地方 那天晚上并不冷 所以小区才暂时停掉了暖气 可为什么林小义 却要把空调打开 还将温度调得那么高 而且那股味道 明明像极了农药混合着化肥的气味 想到这里 张瑶不顾自己身体还没养好 偷偷跑回了家 好在花盆还摆在原地 她拔下一颗生菜 又包了一包土 拿去做农药残留检测 当检测结果拿在手里时 张瑶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检测结果显示 不仅餐业上 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土几乎就是农药浸泡过的 都是剧毒 暴露在空气中 都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 张瑶正在风口处 任凭北风吹干脸颊上的泪水 她多么希望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就不用痛苦 张瑶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那里曾经有一条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 如果她都不在意这个孩子 还有谁在意 她必须为这个失去的孩子 讨一个公道 也为自己的将来画一个句号 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知道了真相 还得想办法取证 直接问 肯定不行 谁会承认 拿着化验报告 他们可以说自己无意的 也可以推卸责任 现在的张瑶 已经不善于最坏的恶意 揣菜他们 最终张瑶拿起手机 拨通了环保部门的监督热线 她把林家化工厂 晚上生产农药 排放废气废水 污染环境的事情 全部抖了出去 并且告诉他们 什么时间去 可以当场抓现行 做完第一件事 张瑶开始坐在家里等 过了几天 总算是听到了公公的叫骂声 骂不知是 谁背后捅了她家一刀 让她家的化工厂关了门 还得接受数不清的罚款 张瑶追到 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按下手机的录音键 即将复仇的快感 反而让她出奇地冷静 她步进不慢地 跺着步子走向客厅 坐在沙发上 翘起二郎腿 弹了弹裤子上 不存在的灰尘 对着有些惊讶的公公说 是我举报的 公公愣了一下 你再说一遍 是我举报的 张瑶直视公公的眼睛说 怎么 不相信吧 公公暴跳如雷 指着张瑶骂道 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 我凌驾供你吃供你穿 你忘恩负义 我蛇蝎心肠 是谁害死自己的孙子 公公嗤之以鼻 什么孙子 不过是个丫头骗子 我们林家需要孙子来继承财产 你连个孙子都生不出来 要你有什么用 张瑶总算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原来 公公让自己在熟人的医院产检 不过就是为了提早 知道孩子的性别 她眼圈发红 恶狠狠地瞪着面前的公公 恨不得生死了她 孙女怎么了 孙女女就要害死她 你禽兽不辱 林府干脆道 没错 实话告诉你吧 我一开始就对你这小门小户的不满意 是林小雨说 能让你两年之内生个孙子给我 我才让你进了门 既然你生不出孙子 那就给我滚蛋 张瑶脸色变得惨白 但想到自己的录音 还是接着努力引导 你不同意就早说 我又不是非林小雨不嫁 你给我吃贷毒的菜 就不怕万一把我也害死 贪上一条人命吗 小心我把这事告诉林小雨 林府哈哈大笑 你太小看我了 我搞了一辈子化工 让孩子留掉的方法多得是 花盆里买点农药就好了 况且 我让林小雨选 是要女儿还是要你 她选了你 自然得配合我的计划 帮忙打开暖风 让农药扩散了 原来林小雨是知情的 甚至是友谊配合 张瑶彻底死心 我会离婚的 也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一个月后 林府和林小雨 已故意伤害罪被捕 证据就是那段录音 林母上门求张瑶网开一面 张瑶对这个从犯 没有任何好感 直接闭门不见 林家的厂子因污染严重 被法院贴了封条 随着林副和林小雨 锒铛入狱 厂子迅速倒闭 张瑶在父母的悉心照顾下 从伤痛中慢慢走了出来 这几年 房地产市场的火爆 张瑶找了一个 室内设计的工作 挣到第一桶金 三年后 她自己开了一间 小的室内设计装修公司 坐在办公桌后 张瑶望着落地窗外的蓝天 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的孩子 不管是男孩女孩 都不需要继承 别人家的皇位 我会为他们打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建立满足您的要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